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最热闻 大家期待最多的新闻就是韩国瑜到底险不险 他没有讲 这完全不像韩国瑜 扭扭捏捏 各位我有时候讲新闻 当然韩国瑜是我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你应该大胆讲出我要险嘛 当中要请帮我解决问题 但是他讲什么 各位我现在没办法遵照国民党的党内出选制度来参选 那意思要党中央帮你解套 没关系那你就直接讲嘛 我想选嘛 其实你有时候看 如果党中央帮他解套 他又不参加出选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征召嘛 那征召的话就说即使郭台元跟朱立伦跟王金平就不用选了 就征召我们不办出选啊 请你们赶快打包回家 请问一下他们的这三个人 即使身世不如你 他们也有支持者 那他的支持者会服气吗 真的打党内出选我们未必会输你 对不对 我讲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情况 那如果不办出选的话 王金平已经表明他一定出来选 他认为他被国民党打压 他的支持者 依照这两天做的民调 王金平大概有十到十亿的支持度 那怎么办 各位我为什么在这边讲 我不是说我批评韩国瑜或韩魂或怎么样 我说我们做人事 尤其是韩国瑜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光明磊的 有什么就讲什么 跟小董一样讲真话 我要讲就讲出来嘛 那你要选 要选我就跟他拼到底了 我对国家有使命 各位我讲真的就是这样啊 各位朋友 那你现在就是希望 你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讲直白 请国民党不要办出选 请直接征召我韩国瑜 因为我不参加出选 那你如果 你硬要办家出选 我就不会参加 那我不会参加 我的韩魂 对我不反了 我不是不参加哦 是国民党没有征召我 你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可以把问题推给别人呢 各位我讲 我讲这个哦 我不是 我老实讲我有时候 我不是讲失望啦 我讲说他当然有很大压力 但是 我们喜欢韩国瑜 不就是因为他光明磊落 有话直说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没 我没办法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出选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刚答应高雄市民 你已经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是不是 那你 那你参加出选 一定赢嘛 那你出选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为了选大选嘛 那不管出选或大选 你都同样 面对 你对高雄市民的承诺啊 各位 我讲到底 其实是很简单 我知道很多韩文会骂我啦 围剿我 但是 我很珍惜 我跟韩国瑜的交情 我讲的他一定 我觉得他一定也在听啦 你看他要选 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本来说要上我节目 我说来 你随时想来就来 后来因为他生事起来 他说我没有时间上 我说没关系 你就不要上 所有其他人都来 只有他没有来 记不记得各位朋友 我对朋友是 我有能力帮你 我尽量帮你 韩国瑜非常清楚知道 可是这个时候 我就要讲一句话 你就明明白白讲 我希望党中央征召我 请党中央把出选 那些人排除掉 请党中央帮我 把他们欠退嘛 这是一句话 或者说 我基于对国家的使命 我绝对参加国民党党内出选 因为你一定赢嘛 你如果是这么飘骗 就这两个方向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承担一些东西 今天的声明让大家感觉怎么样 你什么都不承担 要党中央帮你处理 党中央看你用什么方式 如果你没帮我处理 就不是我的问题 政治人物 有担当的男人 不能这样干 各位朋友 我小总 我不要讲失望 我就要很多韩文会干我 可是你们讲 我讲了有没有道理 今天怎么这样 婆婆妈妈扭扭捏捏捏 这是男人吗 是不是 各位朋友 我们当然知道 对高雄我们很有使命感 可是对中华民国更有使命感 这就是韩国瑜 你该去表态的嘛 你应该出来嘛 出来选中华民国总统 因为你的胜算最高 你是声望最高的人 你赢过高台评嘛 这是你的使命嘛 有人使命还讲那些 婆婆妈妈的话干什么呢 各位朋友 你觉得我讲的对不对 林杰云要参加黄花刚之一之前 他刚结婚没有多久 老婆很漂亮 他才二十出头 他家又很有钱 他是公子各儿四家子弟 他有什么不美满 婚姻美满 家里有钱 大少爷 可是我为了这个国家 满清政务腐败 我们要建立新的国家 我们要推翻满清政务 蔡英文政务腐败 以起以求 不把人民当人看 我们要推翻蔡英文政务 过去我们搞革命 用枪把它干掉 现在是民主世代 我们就用选票 你香港人应该出来 你应该大声喊 我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决定投入了 那我要参加党内出选 党内出选有个好处 让输的人心虎口虎嘛 我党内出选输你了 我没话讲啊 对不对 党内出选 这个出选公平的啊 你是靠民调 靠党员票 或怎么样都没关系 对不对 那以下来的方向 国民党大概不太会办 党员的选举 党员本来30%嘛 只要大家都同意 吴敦丽是希望说 办党内出选 有两种方式来计分嘛 一个70%的民调 加30%的党员投票嘛 吴敦丽希望改 那现在是往这个方向 可是我老实讲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 王金平愿意吗 你要大家都同意啊 你要大家同意这个方式啊 王金平愿意吗 王金平党员票很多啊 朱立伦愿意吗 朱立伦当过党主席耶 他跟党员的交情也不错 党员票对他有加分啊 郭台平 跟党平常没有什么往来啊 党员票一定很少啊 对不对 那我们对我们有利了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 各位朋友 想想有很多困难耶 但这困难 你要解决方式 每一个方式都会有困难 可是你要解决这个方式 我觉得 解决在吸引人 在韩国瑜 韩国瑜应该明白的讲 我请党中央征召我 就不要办出险了 那不管出险 的结果怎么样 我都认了 对不对 这才是光明磊肉啊 但是 我们今天看到了 这一些手法 不够干脆 这是多少支持韩国瑜的人 你说你就干脆嘛 我们喜欢你 你就是干脆嘛 请党中央赶快挣扎我 我也愿意协助党中央 我们欠退其他的人 我请郭总你好好做生意 郭总你把你的证件交给我 我帮你兑现 朱立伦朱大哥 没关系 我当选了 你先协助我 将来你还有机会 你比我年轻快十岁 朱立伦 当行政院长不好吗 你有很多报复啊 对不对 那王金平院长 我知道 你从政已经四十几年了 从民国六十四年 当民意代表当到现在 你有很多看法 你觉得哪些东西 可以补强 来 我们一起来完成 你是我民间最大的力量 后援总会的总会长 你帮党中央把这个人欠退 就直接征召 也不要办出钱 也可以 但是 你要去承担啊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 当然你说 为什么都要 韩国瑜去承担 政治人物每个人都要承担 吴敦义也要承担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怎么样 小董我讲一句比较伤气的话 你如果看今天韩国瑜的声明 你觉得他就是把球踢回党中央吗 我想选 但我又不参加你的初选 所以你国民党就只能征召我 你要征召我之前 请你先把其他那三个家伙把他嵌开 就所有都是在党中央 就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厚道的人该做的嘛 那我们 我们为了国家的使命 我们是性命都不顾 就像我刚刚举的林杰云的角色 我们是悔意都不计啊 这个是应该该做的 我觉得 韩国瑜应该想一想 你是把小董的话听进去 我知道我的节目他会听啦 但是你是把小董的话听进去 因为你的使命感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 韩国瑜27号 要跟吴敦毅见面 明确告诉吴敦毅啦 你这个声明 没有什么内容 我讲真的 你的声明给人家感觉就是 踢回党中央 这不像我认识的韩国瑜嘛 韩国瑜是个汉子 说一就是一 怎么弄这种谋林两可 把蓝蹄丢给党中央呢 当然党中央要提名一个强的人 他很依赖你 但是你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嘛 今天所有含混谁不希望 你赶快出来 那我回应你的期待啊 我就出来啊 我希望我出来了 不要半出闲啊 就挣招我了 对不对 我协助党中央把其他这些人通通牵队 这是一个方式啊 第二个 我参加党内出闲 党内出闲一定你第一嘛 不用讲啊 对不对 不管有没有党员加入 有没有列入党员票 或者全民调 第一名绝对是你嘛 那让其他人心如口无 也可以啊 就是什么方式都可以 但是 现阶段 我没办法参加国民党党内出闲 那是怎么样的逻辑 那现阶段你可以参加中华民国总统的大选吗 问题是一样的嘛 你的党内出选也就是为了 未来的大选 你碰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嘛 哪里会不一样呢 如果国民党现在不办 不办党内出选好了 国民党宣布 明天宣布 我们就征召韩国瑜 那你同样去面对高雄的市民 因为韩国瑜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讲出来 他理由就是 我如果去参加党内出选 我上任只有四个月 我对高雄市民没办法交代 那国民党宣布明天征召你 一样啊 你也只有四个月 你就被国民党征召了 他道理是一样 各位朋友你听得懂不懂 我讲的东西是最简单最明了 国民党明天征召你 明天24号 你是12月25号就职 你上任四个月 国民党明天征召你 你同样要去面对高雄市民 面对高雄市民是你 不是国民党不是其他人 因为你是高雄市民 选你当选的嘛 你都会碰到 你不能把自己碰到的问题 丢给别人啊 各位我今天讲 很多人听得可能不爽 小董你怎么可以去骂我的韩文 他是我的偶像 我没关系啊 我其实我谁都骂 各位看我在骂垃圾总统 蔡英文 骂柯文哲 我同样一个态度 我们做评论嘛 那韩国瑜当然 我们整个台湾社会这么需要他 你就应该大大方方讲出来 我完全没办法了解 他为什么没办法 直来直往 像一个垒漏的汉子 就是我 然后每天讲 讲的到最后都是模棱两可 那讲这个干嘛呢 我今天已经上过两个节目了 这是第三个啊 前面两个节目到处都有人 韩国瑜到底等一下 我说你就等他宣布啊 他会怎么宣布 老实讲我有些悲观啊 我跟他讲说 我觉得他的宣布大概也不会 不会讲有或没有 可是国人每个人 关心国民党关心南京 关心政治的人都说 他等一下会宣布啊 大家都在期待 整个上午 整个政坛 整个新闻界都紧绷在等他宣布 然后他宣布告诉你 我不能参加现行的国民党党内出选 那意思只有一样 就是征召我啊 你不参加党内出选 只能征召我啊 那就是国民党的问题啊 如果我最后没有出来选 是国民党哦 因为国民党没征召我 所以你们要去怪国民党哦 这是 一个爱党的人 爱国家的人 完全不需要这样操作 我觉得韩国瑜把很多 他把一个简单的问题 把它弄得复杂了 因为他不想面对 现在高雄市民对他的指责 但你这个指责 就是会碰到嘛 你也没有参加党内出选 或者被国民党征召 你都会碰到 而且都一样 他现在只是想把时间延后嘛 国民党最好八月在征召我 十月在征召我 那我不会被人家讲 当四个月就要落跑 对不对 你十月征召我 我可以讲 你看 我都当十个月了 你就 你在计较那几个月 可是民众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国民党要选举 他有很多立委 他的立委要有人来帮他跑 有人来帮他站台 就好像你去帮谢荣介 虽然没有当选 你去帮曾世伟虽然没有当选 可是你帮了其他的人 他们当选了 那绅士也起来了 所以这个总统的党提名人非常重要 有这个身份 那他有这个身份 他去帮其他的立委站台 帮他扫决 这个角色要早早确定 各位我讲这东西是很诚恳的 而且是一个险急 他真正的一个 一个方向在走 你不能等到十月 十月这么挤压剩九十天 我请教一下你自己要跑 你要帮那些立委跑 你跑得来吗 你当然还把时间把它 弄长一点 你可以都走一些地方 而且有些地方你是比较陌生的 你可能要去走两三次 四五次你知道吗 他险急本来就是这样啊 那你比较熟悉的地方 或者甚至那个地方比较深蓝了 你根本就不必来 就险急就是这样 我们去加强我们比较low的地方啊 这个时间要有 如果我们显得是金马台风 地方是很大 我请一下 马祖你要不要去个两趟 马祖有好几个岛耶 对不对 金门宁要不要去个两趟 是啊 现在去 选举前 一个月可能还再去一次 对不对 这是必然的嘛 如果你把他挤压到十月 十一月十一号要投票 请问 对不对 剩三个月 你要跑这么多地方 而且最主要不是你跑 你要帮这些立委的候选人 所以我讲的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选举情况 小董对选举是很懂啊 那我跟韩国瑜的交情也很久啊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在韩国瑜 国瑜希望不能再偷了 二十七号你跟吴丁律见面就明白讲 把我的话讲进去 我就是要选 就是挣扎我 来挣扎我啊 那你怎么办 各位朋友 很多人想说 党可以征召韩国瑜 来参加党内出选 这是前面讨论很久了 有一个问题 你们都没有想过 对不对 国瑜党说 我们可以特邀他来参加党内出选 或者我们 去欠他来参加党内出选 党内出选 是比较好 在哪里 输的人心虎口无嘛 你怎么知道我郭台铭会输韩国瑜 我在印作一下 我输他也不太多啊 我可能 我跟王金平结合啊 我们两个就联手啊 一振一户啊 这也是嫌疾的一个策略啊 你不能讲不行啊 对不对 然后党内出选 搞不好 王金平宣布不嫌了 我协助郭董 我们一起来打选战 他的票过来 搞不好就赢韩国瑜了 选战是可以这样 你不能说那非法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 联手打一个 嫌疾这个本来就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这党内出选本来就合纵连痕啊 但是我这挤的是这个例子 当然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这样 我只是随便挤 王金平来讲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办党内出选 韩国瑜被特邀 好的国民党 说你来参加出选 出选我们采取前面调 我们不要30%的党员 我刚已经讲过了 朱立伦跟王金平可不一定同意哦 朱立伦当了党主席 王金平跟党员的关系很深 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 郭台平跟党员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30% 郭台平搞不好党员票就比较少 对不对 我们平安经常讲 每个候选人都希望是 对自己选举有利的 那你今天突然丢出说 前民调不要党员 那你要去说服别人啊 我觉得每一种方式 韩国瑜都会是第一名啦 但是我告诉各位 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想到 我们看 郭台平说 我一定要参加党内出选 你不要征召我 我要参加 我要雷露 这郭台平的做法 朱立伦说 你可以征召韩国瑜 你征召他我就全力挺他 你不征召你就把出选好好办 对不对 这是朱立伦的雷露说法 王金平说 既然有出选就照出选来 不要什么特邀啦 不要征召啦 这也是他的权利 各位我讲 好那我现在 我现在来请教一下 那党中央 这三个人是 都要办出选 都希望有出选 那韩国瑜不希望 自己参加出选 他就只能被特邀参加出选 你知道 特邀出选 出选要缴钱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要缴多少 各位你们不知道 九百万 我请教一下 我韩国瑜又不参加党内出选 你国民党强要我参加出选 请国民党帮我交九百万 你说他可以找到金主 好 找到金主是看韩国瑜的脸 还是看国民党的脸 九百万 当然我们小老伯 小老百姓是很大的问题 韩国瑜不是问题 郭台银也不是问题 他们所有候选的人都不是问题 对国民党也是个问题 国民党薪水都花不出来 还要帮韩国瑜交九百万 因为你特邀我 我又没有要选 是你要我去选 当然保证金你要帮我缴 各位我现在讲的问题 它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国民党已经没有钱 还要帮一个参选人缴钱 那其他候选人公不公平 其他候选人 我们也是党员 为什么你不帮我缴九百万 帮他缴 那韩国瑜如果缴九百万 表示韩国瑜是自己自愿参选的 他也不是特邀 也不是征召 征召是我什么都不出 是你硬要我上去的 所有你就应该帮我准备好 对不对 这征召或特邀 各位我讲现在你懂了 他里面有很多难题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马上回来 我是营养师黄爱玲 一生就减一次肥 是我最近 得奖好书 因为今天大家比较关心这个瑜 但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要讲 因为没有人敢讲 韩国瑜的切丝 那我觉得他的态度 他这个态度很重要 因为我实在 实在很难看 他遭到怎样的压力 你就讲出来 压力迟早要面对的 诶 懒子汉大汤 还讲吃了吧 我刚来经过大萊小馆 我想哎呀 好久没有吃到滷肉饭 大萊小馆在哪里 大萊小馆 金花街 对对对 他就行的院长官邸 这一家的滷肉饭是很好吃的 管小萊大 大萊小馆 对他就这样讲 大萊小馆 大萊小馆 管小萊大 然后里面有一幅字是何怀壽老师帮他写的 何老师跟我讲说他以前生意还没有 他就长去吃 然后觉得老板说你帮我写一幅字 他就写的生意很好 何怀壽很高兴 我说当然你的字有帮助 他的东西也好吃 他当然有很多菜很好吃 可是他的滷肉饭其实是 一般人你到小馆 你不会给我来碗滷肉饭 一般不会 想说一定是叫一些菜 然后叫一碗白饭 白饭才能选出那个 可是他的滷肉饭很好吃 那好像肉依说 要吃滷肉饭 矿前水 其实台北的滷肉饭 有好几家很好吃 我觉得除了大萊 重庆北路有两家 一家叫三盐号 一家叫龙凤号 他们是从盐环帮过来的 盐环拆了以后 然后他们两家就搬到附近的重庆北路 一二三的山 一盐两盐的盐 然后龙凤 就是龙凤 那这三家是非常 还有一家特别要推荐 松山路的 松山路的 我们平常吃金仙 金仙不是他的虾减色 这一家的滷肉饭特别好吃 哦 台北有很多金仙的 金银童铁的鲜 鲜仁的鲜 金仙 这一家的滷肉饭特别好吃 所以我今天简单介绍这四家 好我们回来咯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小董的真心话只有一句 韩国瑜 你是不是男人 你要不要选就讲嘛 小董这么挺你 希望你赶快宣布残险 宣布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希望韩国瑜 他是可以有魄力的 讲话大家觉得就是斩筋截铁 就像小董说真话 我讲蔡英文我就讲他垃圾总统 垃圾就是垃圾怎么样 我就想啊我承担所有的 当然他的支持者会骂我啊 但我讲东西贴不贴切 我就是这个态度 韩国瑜本来跟我这样的态度是很像的 但他从政 去当高雄市长了以后 我觉得太过扭内了 不像一个光明磊肉的蓝子汉 把他讲出来 国瑜兄没关系 我知道27号 你跟吴敦立要见面 当面跟吴敦立讲 你说小董也这样讲 吴敦立 当然他会有很多压力 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基本的观念 很多朋友可能不懂 很多人很讨厌吴敦立 那我在节目上讲很多次 吴敦立是被媒体 一路抹黑糟蹋 然后把他弄成很不堪的样子 这个人很青年 做事很奇怪 而且有步骤 我讲真的 我认识他也是三十几年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我告诉各位 你将心比心 认了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吴敦立现在已经不显了 他宣布不显两个礼拜 从大家再讲四个太阳 不到两天 第一天小董讲 马英九绝对不显 绝对不是太阳 不到 不到几天 小董在抬口直断 吴敦立绝对不显 各位我讲的都是对的 当然多数都是对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怎么样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的判断 大家都可以来检视 我们现在做什么节目 录音录影的存档 几月几号 你再倒回去看 看谁讲得准后讲不准 那我们平定 当然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其我的看法就是一般小老百姓 你不要用很政治很前茅东西 想某些人某些事 我真的讲 作为任何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现在台湾最主要两个政党 中国国民党 民主进步党 那民进党那个垃圾党就不用讲了 他就有一群垃圾组成了 但我讲国民党 为什么我们讲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主席是吴敦立 吴敦立有没有使命感 当然有 他有没有曾经想要想过总统 当然有 当然你有一个局势 所以改变了 改变以后吴敦立不选以后 他最想怎么样的 吴敦立现在最想 就想当执政党的党主席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会找最强的 我难道会找一个 第二强第三强的人来打这个选战 万一第二强输了怎么办 虽然第二强现在民调 还可以打败柯文哲 打败蔡英文 可是毕竟赢了是比较少 我当然希望最强 最强就是韩国一 难道我吴敦立会不想韩国一 来打这个选战吗 我们拿下总统 我这个党主席都风光 对不对 然后我党主席 风光在哪里 风光在 这个总统 我是个赵王者 然后我们的立委过半 这个不得了 这个历史是一大笔 然后我吴敦立 比如说我去中国大陆访问 我跟习近平是平体平座 什么叫平体平座 习近平是 号称主席 他最重要是党的职务 中共是以党拧政 党的职务比政还高 所以你不要认为上海市场 北京市场 有多了不起 上海跟北京的市场 不是最大的 他们上面还有一个 有一个上级叫做 北京书记 上海书记 书记比市场大 你们很多人不清楚 说我市场来了 市场跟 我告诉你 上海市场 跟柯文哲 他不是对等 上海市场是二把手 一把手是书记 中国大陆是这样 那如果吴敦立 你要去中国大陆 你去你跟习近平是一样的 他是共产党 你是国民党 你是党主席 你是执政党党主席 他也是执政党党主席 他的味道就不一样 当然我不是在跟你比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认了一个当主席的人 我会选一个会输的吗 那我要是把这个旗都选到输 第一个会怎么样 依照官吏主席下台 对我有任何好处吗 我把它弄到下台 对我有任何好处吗 各位想一想 不可能嘛 没有这样的主席 除非他是民进党派来的 所以你讲 我小总讲新闻 后再评论很多东西 我告诉你 我讲东西很直接 但我讲东西非常人性 我用很基本的东西去思考 没有一个政党党主席 我故意要选输 绝对没有这样 因为选输第一个下台是我 然后我还被人家骂 你看好好的骑 你都打到输 各位李彦秋这两天写一篇文章 他说国民党哦 有这么多人你应该 你应该很高兴怎么搞到快焦头烂了 对啊 你任何一个人来 好像都可以打败民进党 打败柯文哲你看 可以打败过去柯文哲 号称天下无敌 结果呢 现在呢 现在柯文哲 什么也做不成 被人家看破手脚 然后你今天看到了国民党 不管是柯不管 不管是韩不管是郭 好像都很轻易的可以打败他们 而且他有 他们两个还有不同的选民结构 你可以看 昨天 联合报做出那个民调 那你那民调看到了非常多的方向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方向 在立营里面 立营里面 支持蔡英文51 支持赖金德 我印象中是38 这个已经跟 这个是里面最大的不同 很少人在讨论 你知道吗 因为昨天讨论 大家都在讨论韩国瑜 还有 沟台银嘛 其他里面最大转变就是 立营的票已经翻转了 对蔡英文来讲很有利 那蔡英文现在就在加大他的力道 他当然把赖金德尽量把他边缘化 因为他当总统 他有话以前嘛 所以他骂这个 骂那个媒体都会做很大 他讲干话 大家也觉得 哎好 因为就是他讲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看 他往这个方向 立营的人 他会有个想法 你知道吗 这想法是什么 选举选到最后 难逆对决 各自归位 但你要蔡英文 还是要赖金德 当然要蔡英文啊 为什么 因为已经归位了 所以我们立的人 一定要非常巩固 一定要百分之九十几 全部挺蔡英文 我讲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多数的立 都挺蔡英文 我们把这个巩固以后 我们才好打选战 各位你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现在对赖金德 比较不利 赖金德现在就是 每天去签签书 你看我讲他的书名 都没有人记得 对不对 他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一点创意都没有 没有人记得啊 你要是说 比较有创意的 譬如说你叫 三世十里桃花 大家也记得 对不对 你想当时明月在 很有诗意嘛 这穷瑶阿姨的或者 盐水函 他起一个名字 笑死人了 用行动带来希望 这干嘛 很教条 而且没有人会记得牢 他的书用行动带来希望 赖金德书名是这样 还比不上他上一本 上一本他写 齐柏林导演 齐柏林导演叫做看见台湾 四年前赖金德出一本书叫做看见未来 反正让你有点想象嘛 但是喔 我们这些想象有时候都会幻媚 对不对 大家把这东西把它放在一个天平上 很多人就忘了 蔡英文叫做什么 蔡英文叫做点亮台湾 可是 他任内好几只大断电 点亮 都没电了 还点亮 对不对 你看到了乌鸦鸦 是啊 他的政治乌鸦鸦 他的两岸乌鸦鸦 国际 断交断那么多 乌鸦鸦 他现在在祈祷什么 他祈祷投票钱 中共在断交两个国家 他就当选了 你看台湾人都悲愤啊 对不对 我们要一起来 赔辣台妹 来捍卫我们的主权 中华原国主权在哪里 我们寸土必争 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我们一寸都不能施 寸土不施 那钓鱼台呢 钓鱼台现在就在面前 日本把钓鱼台 列为他的教科书 说钓鱼台是他们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是日本的土地 这是假新闻 对不对 这也是教科书的假内容 对不对 中国大陆抗议 然后他说独岛 是韩国的 是日本的土地 韩国人的抗议 各位 中华民国政府 一个每天讲鱼台妹 每天捍卫主权 都爱护国金的 蔡英文不讲话 这什么垃圾政府 我为什么每天骂他垃圾总统 我真是有感而化 我们讲主权 对每个国家或地区 我们都是要讲捍卫我们主权 对中国大陆 对美国 对日本 我们都要捍卫我们主权 主权对不对 主权不分 是谁来对待我们 我们都要去捍卫 今天碰到日本 很像龟儿子一样 蔡英文是不是垃圾总统 这是一个抱大腿的政党 民主进步党 让你看到了 所有的尊严通通没有了 他连一句话都不敢讲 各位我过去 不太喜欢韩国人 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 豆腐是他们花瓶 有时候看得很气 尤其每次运动在比赛 你看韩国那些小动作 非常多很气 韩国人很气 国人很多人想法跟我一样 可是我越来越喜欢韩国 并不是韩国的戏剧或什么 不是 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韩国人敢呛日本人 有骨气 你敢把我读到 写是你的 我跟你抗议 第二个韩国人 日本人拿十亿给他说 请你们不要放 卫安户 韩国的总统把他收了 老百姓很气 大家集资 在日本大使馆 领事馆前面摆一个 卫安户的像 韩国抗议 日本抗议 怎么可以这样 韩国又集资 又做第二座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骨气 我不能忘怀 你知道吗 那第三个你们猜是什么 第三个因为 我有个好朋友叫韩国仪 大家叫他韩国的 韩国的 韩国的 所以三个原因 我越来越喜欢韩国 各位朋友 大家加点力道叫韩国仪 你大方的讲出来 都挺你 党中央请挣扎我 就是我 因为我可以打赢这场险战 没有闲恋 好不好 马上回来 国际情势变化 你的钱 放对 你好 我是阮木华 海外房产 看不到 管不到 做不到 不能抢占高雄市中心 全台最强的 真实 我们这里有一家 比较近的卤肉丸 就是金峰 就在那个 南门市场旁边 对 因为它比较方便 它捷印战口 还是南门 这一家曾经被镇鲁 把它关门 就说因为它不开发表 它生意很好 好东西 对 那我们去吃就是浇个肉羹 然后再浇一些 卤白菜跟那个 一定要跟它 一颗卤蛋 然后再浇 浇那个 那个 那个筍丝 对 那吃起来就很美味 我们刚刚有吃过南部的卤肉饭吗 应该肉燥饭 肉燥饭 有啊也有吃过 所以南部的比较甜 南部比较甜 我老实讲 我觉得全国最好吃的卤肉丸 我刚讲这些都很好吃 全国最好吃的 我自己的感觉 是基隆夜市那一摊 基隆夜市 对 但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那边吃了 因为人太多了 对 人多 而且没有那么方便去 对 因为一来一回就要比较久 那我觉得那一摊是非常好吃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 它的摊号是19还是多少 我没有很确定 但是 反正那边就只有两摊 如果各位朋友听我的话 你去基隆夜市 当然田露肉是要吃的 那八宝东粉 顶边臭也不错 那两摊卖鱼 那个叉叉冰的 也很好吃 泡泡冰 泡泡冰 然后当然它的蛮鱼根 蛮鱼根台北也有 可是几乎都是从基隆这边发展过来 蛮鱼根 它蛮鱼根是用 用那个红招 下去先炸过 对 它在转角那边 那在台北卖蛮鱼根 蒼吉街有一家 很有名 你只要打蒼吉街蛮鱼根 那北投的中和路也有一家 这两家是不错 那另外一家是在迪花街 迪花街 迪花污水出路场对面 好 我们回来啰 你 全世界news就把 EVA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我们的真心话其实 有很多事情我们背太久了 我们干嘛那么背呢 对不对 天气这么热 我们就 它背太久了背怎么样 昨天就晚上 下午就一个寝盆大椅 很多人淋成肉汤鸡 可是 我们的社会 它可能需要一个爆发的力量 我们希望韩国瑜这样的人出来 从气炎出来大家讲 高雄 哇 一个爆发力的人出来 可是 他爆发力很早就有了 他去选党主席你们 国民党也不理他 调到第四名 好难看哦 现在每个人就趁着韩国瑜 你知道这个趁着韩国瑜 这个趁什么谁 一个竹字旁 再一个曾国藩的曾 现在称他最厉害的人 叫蔡英文 因为他脸皮厚不要脸 没有声势 韩国瑜讲什么 他就去打他一下 这样他的声势就可以高啊 现在你看到 蔡英文就在做这档事啊 所以韩国瑜讲个什么 他就讲哎呀 你怎么可以讲太监 怎么样怎么样 狗肩梅肩滑 就像太监穿西装 韩国瑜就是个比翼啊 那你要讲什么也没关系 请问蔡英文 你有真正去对待 中华民国的国军吗 你有把他当做一个 让你觉得说 他们在保护国家吗 一个人要看长久 就像我讲韩国瑜 我认识他三十几年了 我在他最不得志的 小小的 台北市医院的助理 那时候就认识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人穷之不穷嘛 我那时候当然也是个小记者 我现在是大记者 各位我是大饼嘴 那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奋斗 和累计嘛 你累计的 一个人你 你不怎么样 你活个二三十岁 人家就会叫你董哥啦 对不对 你就比很多同辈的人 不是 比很多同行业的人年纪大嘛 你就叫董哥嘛 对不对 你再撑个十年 人家就叫你董爷了 对不对 就这样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很多东西 人家是不是尊敬你 觉得你东西有料 你讲东西不一样 那你很多东西就要把它沉淀 把它放在一个平台 很公平的来看 我们讲东西 我自信我在 我努力在做这个 而且做的 有模有样啊 干跟我同一行的这些人 多数都在讲鬼话 我讲真的 我不是自负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拿了东西 你要明明白白 妥妥缺缺 那这东西就是真的 韩国一给我们感觉 你就是真 你讲话就爽直 可是今天的声明不爽直 我觉得不够看 不够看 韩国路那不够看 有大声说出来 说我要算 我们台语叫什么 胡敢 你就说出来 不要在那儿 女儿女儿女 对不对 你敢是大坡人 你知道这句话很伤人 陈静兴夹持南非无关 还抱一个小孩 枪抵在小孩头上 谁敢来我就怎么样 胡友宜在外面很气 然后所有记者就打电话去 南非无关家里电话 陈静兴就跟记者连线 讲好几个钟头 胡友宜在外面 骂他 胡友宜并不认识他 并不认识他 胡友宜说 阿琴啊 你是不是大坡人 陈静兴 自尊心大受打电 那谁 我好大的 我佛大 佛大队长 我好大的 他讲好大的 还是个汉子 我跟你讲 男人对男人常常这样 好大的 还是个汉子 阿博你又做什么 我要你起来 我要进去 你手上还抱一个小孩 你是男人 你是个大杀手 你要抓一个小孩来当人子 你什么东西 让人家看不起 对不对 他对男人之尊很受伤 所以胡友宜就进去 胡友宜就说 我不拿枪我就进去 进去 陈静兴就收他 怕他有偷偷带枪 一枪把他毙命 不信任 结果摸到了手机 那个时代手机 各位想想看 二十年前摸到手机 还以为是枪 马上脸色 大变你知道吗 马上 一摸拿枪一个硬的东西 哇你还偷偷长枪要干掉我 太难看了 虧我还这么敬重你 老大 对不对 然后 胡友宜很灵光 一看他脸色变 这手机 你不敢看过 三百费 哇他就松懈了 我不骗你 我讲的是整个构成 这手机 你不敢看过 三百费 我 我就 真的是这样讲你知道吗 那他就松懈了 他说 这果然是手机 可是 轰身合力 因为大家都要杀他 警察如果干掉他 那大公意见不用讲 所以他就松懈了 然后去欠他 我讲那整个过程 很多蓝人 最讨厌人家讲 你是不是蓝人 周遇口呛郭台银 你是不是蓝人 郭台银就告他 告赢啊 郭台银果然是蓝人 因为他替我们打败了周遇口 但是 韩国瑜 韩国瑜当然也是蓝人中的蓝人 大家讲 汉子 秃子 燕子 那其实他们都是 人中隆厚 那我们今天看到 大家的期待这么高 那就大大汪汪显出来 我有期待就是27号 他要跟武敦尼见面 那 这档见面 我老实讲 就讲明白一点 国民党讲自己的蓝处在哪里 韩国瑜 也讲 他遭受哪些压力都没关系 大家坦诚相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目标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把民进党拉下来 不要让他在那边做威做糊 搞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看民党现在搞到什么地步 他说NCC没有帮我修理媒体 NCC主委就被换了 他说中华电信 那个郑优是小董的老同事 既然也没有 借着他们的媒体 中华电信有个媒体叫MOD 也没有借他们媒体帮我打选战 郑优也被换下来 都怪我 你知道我常在电视上讲郑优 我在我们节目上讲郑优 我们叫他优哥 过去我老同事 结果他还被换了 这个被换没关系 为什么 中华电信 政府有股份 NCC NCC是个独立部会 管你独立 把你拉下来 中游更不用讲 中游代签 养鸭博士 因为是赖清德人 换了 最可怜的 有一家电视台叫做民事 民事有个节目天天骂蔡英文 因为他挺赖清德 结果董事长也被换了 他叫郭优 各位你想想好好笑 民间的民事也换掉 结果那个节目叫正经看民事 这节目 昨天也停掉了 录到一半 当着来宾那边 有人进去通知说 我们就做到今天 你们赶快录一录 赶快走 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慢走不送 慢走不送 各位 你有时候讲 为什么 因为周天 你看所有脸书 新闻媒体 大家在转载 都是 这对夫妻 他们 他们 跟总统府在斗嘴 他说总统府有黑手 成吉吉耶吉好 把他们民事的高层早期 就是要把他节目关掉 然后呢 总统府就发声明稿自己否认 花给所有媒体 然后你可以看到 打到不可开交 最后 这个节目收摊了 我讲这东西 各位你要表现什么 你要表现就是 我们台湾 在民党执政下 很多 很多事情 你都觉得不可理议 可能发生吗 可能发生吗 国民党也执政过啊 马上就执政过 他们天天骂他不自由 哇 钳制媒体 哪个媒体被他钳制 每个媒体都在骂他 都没事 而且骂他 很多 多数的东西都是假的 什么顶薪 有收 收2亿的 收5亿的 收3亿的 还有一个收10亿的 每个人讲 2亿陈敏宏 对不对 你看看 那个 周一寇也讲 然后收陈盈柱 是梁文杰讲 说马上就收 陈盈柱3亿 梁文杰那时候是 民建党的发言人 然后陈思凤说收5亿 科技界都给他5亿 吴子佳说收10亿 每个人都讲 各位 你今天再来看 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错的 对不对 我平常今天讲 都是错的都没有 但我讲你 他们的媒体 他们的那个 有没有被关 被怎么样 没有 马上就要告也是告个人 你要乱栽赃我 我只能告你 不然我怎么办 我如果不告你 你就说你默认了 那我告你 你说打压 只能靠这个 我都很赞成 各位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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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